以宋蔡为总理的泰国新内阁全体成员 当地时间25号 在泰国中部海滨小镇华兴的王室行宫 在普密彭国王面前宣誓就职 由宋蔡领导的36名新内阁成员 当天下午一律身着白色礼服 在曼谷郊区的朗曼第六空军机场 拍摄了第一张集体照 随后马上飞往华兴行宫 觐见国王并举行就职仪式 普密彭国王在就职仪式上 对新内阁成员说 希望他们能遵守誓词 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重 管理好国家 新总理宋蔡说 他将于26号举行新内阁首次会议 与人民力量党等执政联盟六党成员 共同商讨新政府的施政纲领 民立党副主席宋蔡17号 被国会下月选举为总理 接替本月初因被判定违宪 而被迫下台的前总理沙马 新内阁名单24号获国王预批